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4月13日《真相工程》的CEO奧基夫 再次爆出猛料 CNN的網絡技術總監向一名臥底記者吹噓 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 CNN是如何擊敗川普 並幫助拜登如何度過第一任期 當天 新聞調查媒體《真相工程》 公開了名為揭發CNN三部曲的第一支視頻 在第一支視頻中 CNN網絡技術總監查爾斯·切斯特 描述了CNN是如何 想要將川普從白宮趕走的 切斯特用慶祝的口吻說 看看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讓川普出局了 還說 我100%會這麼說 我100%相信 如果不是CNN 我不知道川普會被淘汰 在整個視頻中 切斯特的許多評論都是較長的片段 句子完整清晰 可以排除被後期編輯 或者斷章取役的可能性 切斯特還吹噓自己是一個下台的導演 並稱CNN創造一個故事 他們通過質疑川普的健康狀況 幫助民主黨把川普趕出了白宮 他舉例說 比如川普和人握手之類的事 他們會請來很多所謂的專家學者編故事 製造川普健康出現問題的假新聞 他說 我們請來了很多醫務人員 讓他們講一個故事 這都是猜測 他好像神經受損了 他正在失去能力 他不適合做總統 切斯特還補充說 你知道 不管怎麼樣 我們再創造一個連我們自己都一無所知的故事 事實上 去年6月13日 就在川普總統生日的前一天 川普到歇減軍校為畢業生致辭 在小心翼翼地走完一段濕滑的脅迫時 CNN就反覆播放 並質疑川普身體狀況不佳 可能有帕金森試症 而與此相反 今年3月19日 拜登在登機空軍1號時 在台階上連摔三角 CNN不僅視而不見 而且還反其道而行之 切斯特說 CNN希望報導拜登健康的狀況 比如 我們總是放他慢跑的照片 他戴著飛行員的墨鏡 就像你把它描繪成一個年輕的老朽 在談到拜登時 有人擔心 拜登無法完成整個任期 切斯特對此不以為然 他說 我想我們幫他度過了這個任期 他不會死的 我覺得沒事 還說 哈里斯在白宮可能像一個婊子一樣 你會討厭他 成為你的老闆 但他真的比我們想得更好 在另一次談話中 切斯特還透露 CNN報導的新冠肺炎疲勞症後 一旦公眾對其開放 CNN將開始主要關注氣候問題 總之 我們的重點就是讓川普下台 當臥底記者問到誰來決定 切斯特回答 無線網的頭頭 記者追問 那是誰呀? 這裡指的是CNN總裁傑夫·扎克嗎? 是的 是扎克 切斯特回答 根據領英帳號顯示 切斯特是CNN的技術總監 自2018年以來一直在為CNN工作 並參與了幾部節目 包括《新一天》、《科莫黃金時間》和《今夜CNN》 不過目前 他的領英資料已經被刪除 切斯特在自己的工作描述中 還洋洋得意地自稱 在2020年的總統選舉中 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那麼為什麼要瞄準切斯特呢? 真相工程的奧基夫說 切斯特見證了CNN決策的制定 甚至是決策的制定者 他完全瞭解公司的網絡文化 並通過視頻解釋如何在全公司範圍內執行指令 說到這裡 我們需要說一說 CNN和他的現任老闆傑夫·扎克 曾經在海灣戰爭、911襲擊中 獨領風騷的CNN 在創辦人Ted Turner 於2003年退出了CNN後 傑夫·扎克率領的CNN 如同脫江的野馬一般 由左向極左一路狂奔 事實上 自稱為新聞界最受信任的品牌的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早已成為左派的打手 拜登的喉舌 從而被川普稱為假新聞的代表 用切斯特的話說 自己的僱主CNN就是一個propaganda 一部宣傳機器 喪失了一個媒體的應該的良知 去年12月初 真相工程就曾公布了幾段錄音 在錄音中 扎克對他的兵輯團隊做出了明確的指示 就是對川普不能當正常人來報導 要報導川普的不穩定行為 他的絕望 他病了 他輸了 而且他的行為隨著時間越來越瘋狂 去年10月1日 川普總統意外染疫 10月9日 扎克指示他的團隊說 OK 我就是想要重新強調一下 我們認為我們不能對上週發生在川普身上的事情 和他的行為進行常態化的報導 我們應該 我們不需要把它當作正常人報導 而對於拜登和他兒子的電腦門醜聞 扎克則指示他的員工 不能跟蹤拜登家族的醜聞 而當《紐約郵報》報導了亨特電腦門新聞後 被推特封號 格雷厄姆發起聽證會 要求推特CEO多西在公眾面前回答問題時 在扎克的指示下 林賽·格雷厄姆的負面新聞就鋪天蓋地出現了 在去年大選進入衝擊階段 在CNN內部會議上 總裁扎克要求新聞部高級主管 把工作重心放在攻擊川普的新聞上 甚至說 有必要時增加預算 製作重要新聞來阻止川普連任 不過 在真相工程曝光的錄音中 還錄下許多CNN員工的抱怨 他們本希望站在記者應該有的政治的立場上 報導新聞 但是 大老闆扎克卻告訴你要如何做 所以你不得不隨統他的說詞 扎克哪來的仇恨? 一名員工說 扎克似乎和川普有世仇 好像是從川普早年錄製學徒的時候就開始了 確實 這個從NBC起家的人 自從川普總統上任以來 扎克帶領的CNN就一直不遺餘力地攻擊川普總統 去年12月份 川普的法律戰打響了之後 扎克甚至大放厥詞 威脅說 如果川普不協助拜登過渡 可能再發生類似911的恐怖襲擊 根據保守派媒體《國家脈動》報導 在CNN的一通編輯電話會議中 記者傑米·剛格爾談到了左翼政客 要求他就川普卸任的問題進行報導 其中 訪問中最令人震驚的部分是 扎克曾在電話中對現場製作人 斯蒂芬妮·貝克爾說 我們請人們好好想想 這份911委員會報告 和遲遲不進行總統過渡之間的關聯 CNN不僅攻擊川普和美國的保守派 和和中共有著說不清的關係 去年11月20日 中共高層主持的 《讀懂中國大型跨國會議》在廣州舉行 習近平發信致辭 CNN的主持人兼《華盛頓郵報》撰稿人 巴里德·扎卡利亞 以及拜登顧問勞倫斯·薩莫斯 都出現在了西方代表中 而CNN的多名記者和主播 加入了中共的海外宣傳機構 攻擊川普和美國美化中共的事情 早已經不是新聞 根據《國家脈動》去年6月份披露 CNN的5名前通訊記者和主播 目前在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工作 而CGTN是中共央視國際分支機構的一部分 由中共宣傳部控制 被外界認定為北京鎮壓武器庫中的一個 長期使用的武器 不過 這個曾經和福克斯、MSNBC 被列為美國三大有線電視媒體的CNN 在扎克的帶領下 不斷製造假新聞、假民調的同時 自己的排名也一路滑落 在黃金時段收視率的排名中 CNN一度跌到第15名 甚至落後於探索Discovery和美食頻道 Food Network等專業性節目 今年1月無法再製造川普新聞的CNN 越來越失去了市場 收視率極跌44% 甚至一度傳出將被出售 根據福克斯財經新聞網 資深記者賈斯·巴里諾透露 CNN未來將因為沒人可罵 成為AT&T的脫油瓶 AT&T有意透過出售CNN來降低公司的債務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梁文濤認為 CNN跪舔中共挺拜登 已經快淪為台灣親共媒體中天了 中天新聞台是台灣旺旺中時媒體集團下 中天電視的新聞頻道 於1994年9月1日開播 2020年11月18日因為違規記錄嚴重 內部自律機制失靈等問題 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予續拍 運行了26年的中天 於2020年12月12日臨時起停播 CNN從一個過去輝煌過的媒體新宠 淪落為現在被人唾棄的左派喉舌 一個母公司的負資產 正好印證了一個天理 天理昭昭 殊而不漏 出賣良知的CNN最終也為自己掘好了墳墓 好了 我們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MING PAO CANADA BING PAO CANADA